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灰炭狼的人气凭什么这么高 在跨时空救兵中 灰炭狼再次与自己的父亲相遇 然而父亲的表现却让灰炭狼再次想起而识 被父亲支配的恐惧 我好像扭到了 站起来 快点 我这是为你好 而当他看到父亲要对喜羊羊动手的时候 他毅然的站了出来 老爸不准你吃羊 你 我一点都不好 什么 一点也不好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拿出来你的想法强强在我身上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小时候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什么才是对我好的 所以我决定 这次 我要坚持我自己想要的 我要保护我的朋友 并且在之后教导小灰灰时 他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当有人对小灰灰练习篮球提出质疑时 读书固然重要 有梦想不也很好吗 我们做父亲的这么努力工作 不就是向孩子过得开心吗 他想做他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不支持呢 为什么不支持呢 为什么不支持呢